侯震是一个德云社里面十分特殊的存在 他圆头圆脸长相喜感 被粉丝称为机器猫 加入德云社之后 他却没怎么演出过 基本上都是在主持 而且还给过的钢当司机 于是他就被德云社众人戏称为德云社车队队长 但是他的地位以及待遇却不低 郭德纲称之为摄政坚国 可见他在郭德纲的心中有多么的重要 侯震1976年出生于北京 他作为侯宝林大师的长子长孙 却并没有对相声十分热爱 而且侯震这一代侯家人中 只有他一个人从事了相声行业 可能与当年的侯耀文的遗产矛盾有关吧 亦或是因为家里并没有做相声方面的专门要求 也正是因为没有对相声的热爱 侯震成年之后去部队当了兵 后来转业成为了政府工作人员 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 但后来他受不了在政府部门的束缚 于是就想找一个清闲自由的工作 而郭德纲此时 德云社发展阵网 侯震与他又私交甚好 于是侯震加入了德云社 侯震的相声算是半路入行 他没有系统学习过相声 可正是入行需要拜师 于是侯震就拜了于谦的师父 师父宽为师 他也换过不少搭档 当过豆根 当过捧根 但是没有固定的位置 不过他的演出效果非常好 每一次都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我想如果侯爷能够经常上台演出 人气一定不会比郭德纲差 郭德纲的宠爱 郭德纲对侯震也是十分的宠爱 每次上台演出都会提一嘴侯震 让侯震不用登台便名扬四海 郭德纲也不要求侯震非得上台演出 让他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侯震甚至不用敲门 就可以直接进入郭德纲的书房 然后跟郭德纲言语一声 郭老师 我玩一会儿电脑 然后就开始自顾自的打起了魔兽 记得有一次专场演出 郭麒麟说完应该是侯震上去报幕 但是因为在后台玩手机 却忘记报幕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月云鹏已经上台了 侯震气得直拍大腿 郭德纲也在台上 还调侃道 侯震正在玩手机 看到了郭麒麟已在他面前 然后一圈人都懵了 侯震盲问 小月月呢 上场了 侯震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 气得拍着大腿 低着头 双手举起 呀呀 然后还说道 今天扣侯震50元钱 侯震是侯师爷 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刚才后台玩手机 所以没上来 这是我师父侯曜文先生 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郭麒麟演完 没有主持人 给我吓一跳 关键是侯爷在后台挨着我们 坐着玩手机呢 玩着玩着一抬头 郭麒麟进屋了 屋里边就都愣了 下来了 下来了 小月呢 上去了 侯爷 郭德纲侯震两人关系有多好 最近 侯震却被郭德纲调戏了一把 导致他彻夜未眠 11月11日早上 侯震通过个人微博发布消息称 又被郭老师骗了 说普尔没事 我翻来覆去 仔仔细细的才想明白 普尔是没事 给我喝的大红袍 原来 侯震到郭德纲家中做客 期间因为被郭德纲忽悠喝了茶 导致晚上失眠 大家都知道 有些茶喝过之后 提神效果非常好 睡前喝会影响睡眠 想来侯震也有此担心 不过郭德纲却说 普尔茶不怎么影响睡眠 让侯震放心 听闻郭德纲的介绍 卸下心理包袱的侯震 喝了他的茶 谁承想 郭德纲给侯震喝的 并非普尔 而是具有提神 醒脑作用的大红袍 不得不说 相声演员都是一群行走的段子兽 就喝茶这件事都能搞出乐子 郭德纲此前也多次介绍 相声演员由于职业的关系 生活中也都比较坏 在一起时 经常搞一些小恶作剧 这次郭德纲调戏侯震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相声演员的日常 看到侯震的遭遇 粉丝们也一致表示 说相声的话 你也信 从这一点 也看出两人的关系 有多么的好了 侯震的人生观和于谦很像 淡泊名利 追求自由快乐 可能正是因为她的这种性格 加上她颇具喜感的外貌 才让观众这么喜爱她吧